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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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英语就是我们真心本性里面 寒藏着的种子 这是无所不包 无所不由 设法界将一正庄严 一切万法都是我们自信地变形出来的 所以说 唯心所限 它为什么能限呢 就是真如本性里头 本来就有 它限出了这个境界出来 那么这是清英 但是单单有这个清英 如果没有后面这三个缘呢 不会结果 这个佛家常说因果 这个是乐称 其实呢 它是因语言果 因要没有语言呢 决定不会结果 所以这个关系 所以这个关系啊 语言太重要了 佛家常讲 语言生呢 一切法 通通是语言生 它不说是因生 它说语言生 因为因没有缘 不会生的 这没有关系 因加上缘 才有过 因呢 就是清英 清英缘 这个缘呢 就包括当中 所缘缘 无间缘 正上缘 这三个都不是说缘 这三种缘 缺一个都不行 缺一个都不会结果 那么现在我们就讲到 这是这个净土的往生了 西方世界 种种庄严 那么种种庄严呢 阿弥陀佛变现的这个净土 对我们来说呢 是增上缘 是属于增上缘 这是非常殊胜的一个增上缘 由于这个增上缘 把我们前面这个清英所缘无间缘引发出来 这个是我们心性里头本来具足的 增上缘是外面的 是由它来引发 是我们自信 信德的庄严 跟阿弥陀佛无二无边 完全是一样的 所以西方世界的庄严呢 是佛跟一切往生去的人 可以说是共同的成就 当然这个里面最主要的是阿弥陀佛 他带头我 他领导大家 这样子信德完全流露出来 那么增上本职 这个本职啊 跟前面 后面讲的 相终讲的 影像 是一个对比 阿弥陀佛做一个典型 做一个榜样 这是本职 我们一切凡夫去往生地 依照他这个样子 比如我们简单的来说 《无量寿经》的四十八月 这是增上本职 是阿弥陀佛的大月 我们熟读四十八月 深入四十八月 深入是了解他 然后依照阿弥陀佛的愿 我们自己也发起来 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月是本职 我们自己真正从内心发的这个愿 跟阿弥陀佛的愿一模一样 那就叫带起众生自心的愿力了 把我们自己心性里面的大愿呢 带出来了 引导出来了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说叫做影像 跟这个本职 两个对比呢 称之为影像 种种庄言 就是前面所说 这个异正专专业 全佛即生 全他即自 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是广大无边 没有止尽的 比如说我们家全新迹象 全四即离 都是这一个意思 这个意思很深很广 他的的的确确是实实 如果我们真的能够体会 其如这个境界呢 那你的不但烦恼没有了 生死也没有了 佛法里面常讲迷雾 迷的是什么 迷的就是不知道全佛即生 全字即他 全四即离 就是迷的这个 雾呢 也就是雾的这个 无聊就叫做佛菩萨 迷了就叫凡夫 那无聊就一阵法界 迷了就有十法界 十法界 迷得越深 这个法界就越低 迷得越前呢 他就往上提升 那么迷得最深的是地狱 地狱是全迷啊 所以十法界是这么 变现出来的 不是有意变现的 是迷雾前身 差别不同而变现出来的 这么一个境界 所以这个关系很重要 所以全佛 这是将佛的本质 佛所变现出来的 西方极乐世界 一报正报 种种庄严 就是众生的代之间 将众生每一个去往生的人 他的信德没有流露出来 见到阿弥陀佛这个境界呢 自自然然就带出来 西方世界如是 但是我们现前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又何尝不是呢 我们现前这个世界也是的呀 我们的本质 我们的本质 这个正上本质不善啊 它是阿弥陀佛来做正上本质 那是最殊胜不过的了 我们今天是大众的业力 我们的业力 众生的业力做我们现在正上本质 今天大众他们的想法 看法 做法 都不是善业 我们是一个很善的人 很纯良的人 在这个环境里头 待久了 自自然然呢 就燃了许多的卧习气 就是我们自己的卧习气 也现前了 怎么现前的 环境把它带出来的 所以这个离是相同的 从一正法界到十法界没有第二个离啊 离是一个啊 西方世界阿弥陀佛是圆圆满满的自信 是以这种信德的做我们的本质 因此我们到那里去不必要很长的时间 但是这个世界跟其他世界不相同 完全不一样的 是最可贵 也是最真实 最值得一切众生向往的 就在此地 这个他呢 是值阿弥陀佛 就是自信弥陀啊 唯心尽土 自信弥陀 就是果 因缘果 这就是果 故约成就如是功德 装印 这个奥伊拉斯 用的文字虽然不多 实实在在 将西方净土 无论是思 是离 是信 是相啊 都给我们说的很透彻 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一部好书 我们再看下面结尾 第一下呢 这是讲西方世界 我们居住了远近的环境 也是历苦得落的另一个意思 前面我们曾经提过天时地利人口 这一段是天时之落 也就是无求不得苦 西方世界 一切都是随心所欲 又设立佛 彼佛过土 常作天药 黄金为地 昼夜六时 玉天曼陀罗花 齐土众生 常以清淡 过以一格 沉重妙花 供养他方十万亿时 与佛 既以事实还道本国 泛似今行 这一段是给我们说明西方世界 空中常有天药 我们这个地方的人喜欢英药 这个爱好英药 不但是我们这个世界 世方世界 一切众生都有这个嗜好 都喜欢英药 西方有天药 所以天药绝对不是人去演奏的 空中自自然然有这个乐音 而且这个音乐呢 你喜欢哪一种音乐 听到就是演奏这种音乐 是随一个人心 你所听到的不相同 这是空中之乐 黄金为地 这个地方讲的地 这个地方讲的地 实在是讲是道路 地灭 因为西方极乐世界的大地是流利 就像我们这个世界 就像我们这个世界 飞翠一样 就是绿色的绿 透明的 道路 道路呢 是用黄金铺的 黄金为地 是用黄金铺的 周一六十 周一六十 西方世界实在讲没有周一 没有周一 周一六十 是释迦牟尼佛迁就我们这个世界众生的观念 这个周一六十 这个周一六十 它的意思就是不间断的 没有间断的 欲天曼陀罗花 天花 在空中有天花 纷纷落下地面 这个曼陀罗是凡语 翻成中国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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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善意 恒合自己的意思 换句话说 你喜欢看什么花了 这个落下来花就变成什么样子 喜欢听什么音乐呢 那个听的又音乐 没有一样啊 不如意 过人听的不相同 过人见的也不相同 这个世界才叫做圆满啊 才真正的叫极乐 那么这是说空中之路 有天花有天月 有天花有天月 歇徒众生 在底下说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他们的生活状况 那么这是说明 他的神通光荡 神通光荡 能够侍奉 许许多多祝福如来 这个是落死 常以清淡 这个清淡是比喻 像我们这个世界 用花来 类似这个 类似这个 成花的 这叫一个 沉重妙花 这些妙花 也是随自己意念并行出来的 拿这个花呢 供养他方十万亿佛 就算是一尊佛吧 一个大千世界 像我们一般常人说的 一个银河系 这假设的 一个银河系 那么他早晨出去转一圈呢 这个多大的范围呢 十万亿个银河系 转了一圈 其实十万亿呢 是释迦牟尼佛的方便数 为什么说方便数十万亿呢 因为西方世界 距离我们真的是十万亿佛国度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之后 你每一天都可以回来看看 我们这个世间人情很重啊 舍不得这个家乡啊 舍不得你每一天都可以回来 意思是这个 其实不止十万亿 无量无病 祝福国度啊 那你绕一圈去供养啊 时间很短呢 这个是说明 他这个神通能力的广大 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要想到 假如要是能留一尊佛一尊佛那里去拜访 这时间决定不够用的 那决定不可能的 他有能力在同一个时间 这十万亿佛国度 祝福面前都有他的身 他能够分身的 这个意思才是正确的 不是向我们一个一个去拜访 他同时去拜访 同时供佛 听佛讲经说话 回来的时候 那个无量的分身又合成一身 再回来 这个是他真正的能力 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也都有这个能力了 这个能力是 不但是我们羡慕 这些欧罗汉 匹治佛菩萨都羡慕 菩萨虽然有这个能力 没有这么大 他这个能力太大了 简直是不可思议 这一世事是还到本国 这是说他 这个时间并不很长 像我们讲一餐饭的时间 也不过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他就回来了 他已经出去一趟了 所有一切祝佛如来 他都供养了 都去拜访了 那么诸位想想 那个智慧怎么会不开呢 这个福德怎么会不大呢 供佛的福德最大 每一天都去供养 无量无边诸佛如来 福德大 福德多啊 经常讲的 福德多啊 每一天听一切诸佛如来说法 善根多 善根福德 在西方极乐世界 那个增长的速度 也不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 所以成佛容易 道理也在此 我们读心 在今天里面 往往看到 释迦牟的福 讲经说法 听众当中啊 有 听了一半呢 甚至于不到一半 他就开悟了 就证过了 听一尊佛说法了 同时听一切诸佛说法 哪有不大 这大物的道理 所以 射方世界 一切诸佛如来 劝我们念佛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有道理啊 没错啊 神到其他诸佛国度 说实在往 只能听一尊佛说法 到西方极乐世界 时时刻刻听一切诸佛说法 这个不能比啊 回到本国 饭是精醒 就早晨出去了 回来的时候 正好吃早饭的时候 吃完早饭 干什么 精醒 精醒其实我们想散步啊 你看这个日子 多舒服啊 多逍遥自在啊 西方极乐世界那边的生活状况 诸位在三经里面都能够看到 他们的生活 读经 讲经 听经 研究讨论 到他方去供养佛 参加祝福的法会 哪个地方与自己有缘的众生有苦呢 献身去帮助这些人 他们的生活是这样的 所以往生到西方世界 那个活动的范围太大了 普通的菩萨 活动的范围多大了 都是在一个佛世界 在这个里面的活动 唯独西方世界的众生 他的活动范围 跟阿弥陀佛的运力相应 净虚空变法界 是他后动的范围 所以我们把这个四十真相搞清楚了 这怎么能不去 那不去 那不去 那真是愚人啊 李老师以前说得很好 明了 清楚了 再不想去 那个人 要不是狂妄 就是愚痴 非狂几愚 换一句话说 那绝对不是正常人啊 正常人 没有一个不想去 我们看主节 那么这是说西方世界的五臣 我们这个世界 我们这个世界 这五大类 都是不清净的 所以用一个臣字来代表 臣有染无的意思 像我们这个桌子 这个桌子 年天不去擦它 上面呢 就落得有灰尘 有染污 这五种东西 佛跟我们说 四身相为除啊 这五种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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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染 所以叫甚妙无臣 甚至殊胜的 妙是微妙 它殊胜微妙在哪里呢 就是因为它不染 我们这个世界 它那个地方不染 众生五根 对五臣可知 我们五根 接触外面的境界 五大类的境界 长座者即六十年 六十年就是长座的意思 长就是不断 黄金为地的 情报所言地界 提示黄金 这个铺的道路 道路跟这个地面 一定有一个界限 一定有一个界限 所以黄金是铺路的 西方 所有一切物质 都是最为殊胜 那么佛所说的 就我们这个世间 所有的 来做一个比方 其实 我们这个世界的经 跟西方世界的经 要相比 那简直是不成比例 无论是知 是色 是光 都远远地比不上 从这个以后看到 那个地方资源的丰富 日分初中后明昼三十 夜分初中后明夜三十 故明昼夜六十 这是解释 这个昼夜六十 昼夜六十 昼夜六十 有两种说法 奥耶大师 此地所讲的 是当时印度人 对这个时间的分发 他们将白天分作三个时辰 初日分 中日分 后日分 最初中后 夜晚也分三个时辰 初夜 初夜中夜后夜 所以 叫做 昼夜六十 那么我们中国的时辰 那么我们中国的时辰 比印度要小 我们中国古时候 将白天分为六个时辰 晚上也分作六个时辰 这个时辰是以子仇银毛 来标示的 那么现在我们用的时间单位 是用过去上统一的这个标准 这个标准将白天分为十二个时辰 夜晚也分十二个时辰 所以一共是二十四个时辰 我们中国人称它做小时 大概外国人没有小时这个称法 为什么称小时呢 它比我们中国的时辰小 我们中国一个时辰是它两个时辰 那么印度的这个时比我们又大 印度一时是我们中国的两时 是现在的四小时 所以昼夜六时 它表的意思就是日夜不间断 表这个意思 这是四十四时我们一定要想的 我们这个时间现在大家都想的 这个地球绕着太阳转 这是公转 地球本身自己也转 因为它自转 一半的对太阳 一半背这个太阳 这样的产生昼夜的现象 西方极乐世界没有日月星辰 没有 它那个地方 人身上自然放光 所有一切物质都放光 那个世界叫光明世界 没有夜晚 完全都是明亮的 还有什么中夜 还有什么某年某月某日 某个时辰 西方极乐世界通通都没有 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这个年月日式 那边人没有这个观念 不但没有时间的这个观念 这个空间观念也没有 我们在大经里面曾经见到 西方极乐世界居住的人也很多 街道也很整齐 那个马路上没有明晨 每一户人家也没有门牌好吗 也许我们觉得 那只要找一个人多不方便 西方极乐世界不用你去找 你这个心里一动念的就像电脑一样了 那境界就先歇了 不必去找 完全像我们现在讲的 这个心定感应 决定没有差错 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世界 那么佛则经上这种说法 是且顺此方假说文迹 不使西方极乐世界真实的状况 这个是用我们常识比喻做一个说明 就是他那边这个六根对六成的享受 这个享受就是快乐啊 享受啊是没有间断的 哦 这个底下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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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能随我们自己的喜爱 这个花变现 又运百花 那么也有呢 这个翻译翻成百花 不是本色 是这个意思 是这个意思 一个是成花气 就是成花的器具 中妙花明 非曼陀罗一种 映如妙金四花 表四英卫 那么这个 这个妙金呢 是妙法莲华金 妙法莲华金 虽然讲的四种话 讲天雨花了 天上雨花了 他说四种 比我们这说的多 我们这说的一种 其实这一种十一 十一就是多种啊 每个人喜欢不一样啊 可见的 他是 随众生信 因素质量啊 那这个花的种类 也是无量不变啊 哪里是一种呢 那么这个《法华经》里面讲的四种 也是表发的意思啊 其实都是有无量的品种啊 随着个人的喜欢爱好啊 都是信德变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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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养他方福 所表真因会去福果 果得无不变严 这是我刚才跟中文也报告过 西方世界完全是以真佛 真似为我们所缘的精进 不像我们在此地 我们在佛不在 画个佛像放在此地 这佛像是假的 不是真的 我们用这个做本质 带起我们自信变现 变现这假乡 不是真的 西方世界人完全是真佛 而且都是真实圆满的报神 不是硬化神啊 都是圆满报神啊 所以他一生成佛 成佛快速 没有一丝好障碍 但原因就在此地 我们生到任何祝福的世界 见佛都不容易 那就是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常随弟子一千二百五十五人 是不是每一个人每一天都有机会向佛请教一些问题 我们在经论上没看到 那么由此刻之 跟佛这亲近佛的机会依然不多 不像西方世界的人敢 亲近社方一切诸佛如来 那个机会 那个机会常有啊 机会不间断啊 这是西方世界无比的殊胜 这也是男性之法 所以供养他方佛 表示真因会去佛国 去向佛国 以佛境界做自己的修行因地 那么结果 当然是成就圆满的福果 古得无不病 古得无不病 这个诗 语言教佛 古得才病虚恐发迹 所以这是特别说明 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只说共十万亿福 而不再多说了 意思就在此地 因为西方世界 也距离我们这里是十万亿福国度 这个意思就是说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之后 还想家 释迦牟尼佛对我们恩德很大 释迦牟尼佛灭度了 将来弥勒菩萨在这个地方成佛 你要想见见他们 他们是个代表 除他们之外 我们还有许许多多家庆眷属 在这个世界还在搞六道轮回 想不想去见见他们呢 想不想帮帮他们忙呢 这都不难 每一天都可以回来 时时刻刻都可以回来 何宽大警察告诉我们的很清楚很明白 西方世界的人 即使下下平往生 得到佛的本愿威神加持 天眼动视 天耳彻听 踏心变直啊 有这样殊胜的能力啊 人在西方极乐世界 此地一切众生 他们生活的动态 你看得清清楚楚 你能看得到吗 他们在此地说话的声音 你也听得清清楚楚 这个世界众生齐心动力 你完全知道 这种能力 我罗汉有 菩萨有 但是 我罗汉菩萨 要把他送到十万亿古都之外的 他就没有了 他的能力 达不到这样远的距离 佛在经文上告诉我们 我罗汉的虚命通 只能够知道五本事 五本事之外的 他就能力达不到 五本事是多久呢 我们中国人讲三十年是一世 三十个五本这个数字不大了 他能够知道这个范围 这些事情 超过之后 超过了 他就见不到了 天眼的能力 我罗汉的能力 能够见一个小千世界 那么换句话说 中千世界 他就看不到了 你想想看的时候 西方极乐世界 这些待业往生的人 尽死烦恼没断 他的天眼能够看十万亿佛国路 其实不止 这个叫十万亿 是我们这个举例 他的天耳能听到十万亿之外的音声 他心通能够晓得十万亿以外的众生 齐心动力 这个能力 这个能力 急急呼呼 跟等觉菩萨差不多了 这个能力从哪里来的 不是他自己修的 而是阿弥陀佛本愿加持的 所以世间人愚痴啊 真真是愚痴啊 经上常讲 可怜明者啊 可怜得不得了啊 对于自己家亲眷属 念念难忘啊 不晓得到极乐世界去 到极乐世界 这问题才能真正解决啊 换句话说 给一切家亲眷属 你能够永远时时刻刻保持着练习 如果不升到西方极乐世界 这一转世就是目录人 纵然见面也不认识 这是真的 一点都不讲 在六道里头 你想帮人的忙 不可能的 自己就自己都来不及了 哪有时间去帮助别人 要想帮助家亲眷属 唯一的好方法 那就是到西方极乐世界 不但这一生父母眷属 你统统照顾到 我们还有前生的 还有过去生的 生生世世的父母眷属 到西方极乐世界 通通通都明了 现在这些人 在哪一方 在哪一道 全都见到 全都见到 全都听到 这才是真正的爱心 真正的孝敬 所以十万亿是这么个意思 就是你往来没有业丝毫的困难 若阿弥神力所讲 何愿不到呢 所以这个能力都是阿弥陀佛本月毁于神的价值 其实这个力量的时候 决定超过十万亿 前面也说过 那是静虚空变法界 一念之间一谈之情就到了 有这么大的能力 底下的诸节 事实即清淡 故月即 这个都是 就我们这个地方的人情习惯上来说的 意思就是立刻就可以到 民起神族不可思议 这个六种神通里面 有一种叫做神族通 神是神奇莫测 不是我们能想象的到的 不是我们能够思维想象的 神奇莫测 族呢 族呢 族是圆满的意思 他这种能力啊 非常的圆满 这个是讲的 变化自在 这个西游记小说里面讲的孙悟空 这种了 七十二变呢 那就属于神族通 他那个神族通很小 因为只有七十二变 这七十三他就没有了 所以这是很小很小的 他这个变化是无量无病 不离彼途 不离彼途 长病是否 实在讲 这些人 在阿弥陀佛讲堂之中 他们都在做 没有离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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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讲经 他们都在很注意在听啊 射放祝福那个地方呢 分身去 确实不离彼途 不要以为他真的离开极乐世界了 到外面去游离了 他不需要离开 分身去 像《梵王经》里面 释迦牟尼佛自说 千百亿化身 释迦牟尼佛 西方极乐世界众生 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能力 以无量的化身 到圣方祝福叉图里面去 供佛万法 仆度众生 这个神族才叫真正族啊 一丝毫欠缺都没有啊 这个是不可思议 这个是不可思议 这个是不可思议的 这个是不可思议的 有随缘 这个地方我们讲随缘 不能讲随意 随意是什么呢 你还有念头啊 有念头是凡夫 不是神人 到西方世界都无心 无望向心 无有分别之处 那么到西方世界的时间 长短随缘 真正是随众生心因素之量 这个视线的时间长短随缘 随众生的缘 而不是随自己 随众生的缘 这个诚得大自在 那么这个地方讲的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是将它来往速度 大了 往还自在 它是真正意思 是在此地 再看下面这段文 自温显极乐 一身一尘一长 乃至跨不弹指 谢欲释放三宝 贯彻无碍 这个弥陀本院里面 诸位四十八院都念过 四十八院里面所说的 摄放世界 一切众生生到基督世界 都居足圆满的六种神童 这一句摄放三宝 那么这一句摄放三宝 与摄放三宝贯彻无碍 当然 我们这个世界 也包括在其中 没有 超出它的范围 大师这几句话 显示出 彌陀如来的古报 跟华阴京山所讲的华藏世界 无二无比 清梁大师给我们介绍华藏世界 介绍毗诺珍娜如来 那个境界 那个境界是 离似无碍 似似无碍 这段文显示的 似似无碍 这是究竟圆满的境界 所以说 一身一尘 一刹那 这个刹那是讲世界 很短的世界 就是 乃至于 跨步 贪持 跨步是我们 抬腿啊 走路啊 这一步下去啊 贪持是伸手啊 贪持 这个都是讲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动作 时时刻刻 自自然然都具备的 都有的 一举步也谈之 可是我们不晓得 这就是群体法界 我们哪里会知道吗 在我们境界当中 我们一举一动 不但一举一动 这个齐心动念 都有障碍 四四有碍 不是四四无碍 这个弥陀过渡里头是四四无碍 跟我们这里确实不一样 因为它随念一发 都是法界全体 这个非常非常难懂 非常的深奥 因为随念一发 就是全体发界 所以 社方善事 一切祝福如来 不断地给它说法 这是有可能的 否则的话 怎么可能呢 像我们讲 样样都有障碍 它是完全没有障碍 像大经里面所说的 一毛端上转大法轮 这个意思就是 佛跟无量无边的菩萨大众 在那里讲经说法 在什么地方呢 在这个寒毛端上 我们这个寒毛没有放大 佛菩萨的道场没有缩小 确确实实是这个境界不可思议 我们观念当中 因为你有分别 有执着 有大小 它那里大小没有 没有了 没有了才能够圆融啊 有就不行了 有就有障碍了 没有就没有障碍了 那么这个华言上 为我们山民这个四世的真相 所以它实在是一届十多多届十一 一朵圆融啊 自在无碍 所以它能够射放三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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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极乐呢 在功德甚深呢 于苏婆各尔不各人 这一段话说得非常之好 苏婆是我们这个世界 我们这个世界 着重 着重 着重就是污染 污染了 非常的严重 这个意思 现代人 听了之后 会有很深的体会 因为科学家已经为我们提出了警告 如果再不注重环境的保护 继续不断地污染 五十年之后啊 这个地球上 地球上的环境啊 就不适合人类的生存了 五十年的时间不长啊 很短的时间啊 这个警告是相当严重的警告 所以今天这个世界上 每一个国家地区 都在政府里面设立环保的机构 这是从前没听说过的 现在都有这个机构 那么能不能受到效果呢 我看是非常困难 原因在什么地方 说个实实在在的话 原因在大家不受佛了 这是真正的原因啊 这是真正的原因啊 佛法告诉我们 一报随着正报转 环境的污染是一报啊 正报是什么呢 正报是人心啊 佛这一句话提醒了我们 我们冷静地想一想 我们心里的污染 比环境污染还要严重啊 心里的污染是什么呢 在污染前的污染 在减少啊 我們在西方的污染 在某种污染上的污染 被破坏 这个就是误然的结果 怎样才能真正做到有效呢 必须要从净化人心做起 我们的思想间接清净 做法说法清净 外面大自然的环境自然也会清净 这个在我们现前这个阶段 实在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阔题 我们不能不知道啊 佛法当中特别是净宗 净宗提倡业心不乱 心境这途径 不但我们心境将来能生西方净土 心境我们现在所有国度也能够救啊 所以不仅是将来的利益 心境的利益就不够死 故障或是造物 这就是佛在经上常说的食物业 生造作的杀刀因 口望语 念舌握口气 亦贪嗔痴 那么今天这个社会 这个世界 造实卧业的人 越来越多 古时候造这个卧业 还有一点惭愧心啊 还有一点回顾的念头啊 现在没有了 认为造这个实卧 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这怎么得了 这个实卧就是我们身心的污染 身心是正宝 正宝严重的污染了 依宝自然 诸我 这一定的道理 所以我们这个世界 与西方的气宝世界 本来没有障碍的 本来也是越容易 也是融通无碍的 因为我们造为 因为身心环境的污染 这样跟西方极乐世界有了决定 当中产生障碍了 这个障碍不是在极乐世界那一边 是在我们这一边 我们造成的障碍 不革而革 但是我们造成的障碍 我们造成的障碍 如果是在我们造成的障碍 我们造成的障碍 我们造成的障碍 但里面有不少我们可以得到见证 像我们净土宗三族罚赵 这个我不会念佛的就是她的证 她住在四川 有一天早晨早煮 寺院丛林里面早饭都是稀饭吃煮 稀饭很稀 都是用剥了 她有一天早斋的时候 供阳咒念完之后 要吃饭了 这个眼睛往部里面一看 这个部里都献出一个境界出来 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早摘完了之后 她就把她看到这个境界 跟她的同餐道友说 她的同餐告诉她 她说你讲的这个境界好像是舞台山 你一不妨到舞台去看一看 她真的就发心了 去超舞台上 到舞台之后 看到那个山水道路 跟玻璃都写得完全一样 那么她也记得很清楚 所以没有迷路 见到大圣诸灵树 见文殊菩萨的道场 文殊菩萨 文殊菩萨 年卫菩萨 神祖宗在那里讲经说法 她说有一万多人能在听 她去参加了这一会 欢喜得不得了 听完经之后了 她走到文殊菩萨面前 向文殊菩萨请教末法时期的众生 根性恒劣 比不上人前人 修哪一个法门 比较妥当 文殊菩萨就告诉她 修你念佛法的最好 法召禅师就问 念哪一尊佛呢 文殊菩萨就叫她 念阿弥陀佛 求生极乐世界 文殊菩萨自己念了几身 给她听 她学会了 那叫五会念佛 五会念佛 这个念法是文殊菩萨 口头传给法召 法召本来是参禅的 立开了五台山 她源头做记号 准备下一次来的时候 不至于迷失路 源头做记号 走了没有多远 回头又看 大神菩萨寺没有 一片荒山 才晓得菩萨的道场 不是真正有缘的人 就在那里也见不得了 所以她回去之后 不参禅了 专门提倡念佛 现在有一个无会念佛的路运带 那个大概不是法召传下来的 法召禅寺是唐长时候的人 这个音调早就失穿了 早就失穿了 所以我们有无会念佛这个名词 无会念佛的这个声调谱 无 没有 没有传下来 那么现在呢 大家听的这个乐运带呢 跟我也有一点缘分 我是1977年 在香港讲的演技 那一次去的时间长 在香港住了四个月 我在中华佛教图书馆 看到有这个无会念佛的简谱 我看到啊 很喜欢 那么这个本子呢 很旧了 是民国二十一二年的时候 运出来的 也是从前一个法师 懂得音乐踏遍的 踏遍的 我把这个本子带回台湾 怕它失穿 所以在台湾就印了好几千本 这样就流通开了 那么我同届有个届兄 就是我们一起出家授接的 他喜欢音乐 学过音乐的 发整发思 他年岁比我大 大个几岁 他在中立 是源通佛学院的 在那个地方的教书 就让佛学院的学生 用这个谱来练习 练了之后就落成一个带子 我听了一听是很欢喜 但是我想他不是发照传 什么原因呢 这个声调我们用来念佛了 心不能定 发照传的这个念想的心 一定会得定 那才能成就念佛三妹 他这个念得很好听 很热闹 所以我觉得呢 他这个去演奏表演很好 交响乐一样 演奏表演很好 戒淫出击很好 真正念佛人的时候呢 用这个还是有问题 所以这个谱子 诸位可以听 但是真正要念 一定要晓得 念到自己心清净 念到自己能够得定 那个声调才真的有用 所以我用这个声调不行 我听台中这个念佛的音调 我听到心比较能清净 那么这是法照禅思 完全回归到净土 提倡念佛 成为净土宗第三代的祖司 第二代是善讨 那么这个就是说明 我们这里凡圣同俱徒 温术复杂是圣人 我们是凡佛 给我们不割二割 像西法净土一样 那么在《高僧传》里面 像《法照禅思》这样的情形很多 在台湾流行的《慈悲三美水灿》 《悟达过思》遇见加努加尊者的圣母罗汉 情形也是如此 所以这个世界确确实实有圣人 但是我们肉眼凡夫见不到 跟他有障碍 这个障碍就是烦恼习气太重了 跟他不割二割 那么在基罗呢 在功德甚深 他们的心情益 又得阿弥陀佛本愿为神加持 所以于所谷割而不割 他给我们没有障碍 我们对他有障碍 他随时可以信神 随时可以帮助我们 好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会拍照 我的天啊 我会拍照 他也要拍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